我很希望就是说 我尽我的能力可以把世间的美好 都收纳在我的作品 我如果去画花 画物件可以营造出来的 但是世界上那么美丽的风景 那个不是我在画室里面 用想象就能够画出来 但是我也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亲自去体会那样的一个美丽的画面 我每一次在旅行的当下 我如果觉得这个画面 我是可以入画的 我就会停下脚步 我就在那边感受风 感受气味 感受那当下的感情 还有感受刚刚接触到的人们 我想这一些累积下来 都能够呈现在画面上 我期望说我的画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比较少画 花瓶啊花 我想那可能 我们身边就都画得到 已经有很多画家在诠释了 所以我就走更远 我走出去 我期望在有生之年 可以画更多其他世界各国的美好的画面 收纳在我的画作里面 那我希望说 虽然他就站在他家 或者是室内的这个地方 然后从我的画 我的画就好像一个任意门一样 可以引领人们的心情 进入在那个当下 在世界的那个角落 所以我用比较辛苦也好 比较残意的方式也好 去创作我的画面 那我在想 对于这个法律 我也不是很懂 但是有些时候 就觉得有些事情的判决 好像真的不太合理 那于是我就知道说 有这么一个司法改革基金会 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司法改革 他可能 他就是去检视 之前的司法的一个设计 一个法律的钉钉 是不是合理 我想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法律一钉钉 就会影响很多的人 不是一个事件而已 而是它是适用 在很多的事件上 它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是觉得 司改会这样的一个 做这些事情 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就非常地支持 司改会 我在想 我如果可以把这样的能力 累积出来的能力 展现在作品里 可以引起更多的人的共鸣 我想这个也不是说 我自己捐一点钱 一分钱所能够达到的 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 喜欢我的画作 然后来共襄盛举 来更多的参与 我想我这尽一点绵薄的能力 累积我钱半生的才华 我想这样的贡献 可能比起我自己 捐一点小钱 来得更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